欢迎收看今天的外汇行业 以英国退欧概率创新高 卡梅伦称 退欧意味着自然炸弹 二 易刚表示 中国央行已经准备好应对美联储升息 三 劳埃德银行表示 欧元短期前景依然看涨 有望测试1.1505 大家好 今天是6月7日星期二 欢迎回到新一期的外汇行业 包括ICM网络民调在内的一系列调查显示 支持退欧的阵营领先留欧阵营 英镑在周一跌至三周新敌 英国首相卡梅伦称 退欧意味着埋下自舍炸弹 而支持退欧的保守党议员鲍利斯·约翰逊 则表示 留下意味着英国将掉入 源源不断为欧盟输送现金的陷阱当中 周一早晨ICM民调显示 英国退欧公投的网络问卷之中 48%支持离开欧盟 43%支持留在欧盟 9%表示未做决断 支持退欧的阵营领先留欧阵营5个百分点 这意味着英国退欧的概率创下历史新高 另一项由早安英国电视节目组织民调YouGov显示 希望英国退欧的支持率达到45% 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支持率为41% 而上周末观察家报民调显示 退欧阵营领先3个百分点 研究机告TNS调查也显示 退欧阵营领先2个百分点 中国央行副行长易刚 在一年一度的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中称 中国央行和美联储之间的沟通很好 中国需要在货币政策上 为应对美联储加息做准备 而央行已经做好了准备 针对上周五远不及预期的非农就业报告 耶伦6日表示不要对其反应过激 他对美国经济表示乐观 并指出尽管近期经济形势洗油参半 但仍认为利多美国劳动力市场和通胀的因素 超过利空因素 美国媒体对此的解读是 耶伦会支持年内加息两次 易刚表示若美国经济改善 意味着需求改善将有利于中国的经济 另一方面若美国经济强劲 资本会流到美国 很多人担心资本流动 我们必须关注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劳埃德分析师团队周一表示 只要欧元对美元维持在1.13至1.1225区间上方 提短期前景就依然看涨 该行在惠世言报中写道 短期通道支撑再次受到支撑 因上周五的疲弱数据使得美元承受卖压打击 日线动能依然看涨 上行初步阻力会于1.1420 进一步阻力会于1.1505 如突破将测试上个月高位1.1616 反之跌破1.13以及1.1225 太多前景将遭到削弱 汇价自1.16逆转走势 表明该货币队仍处于 2015年3月以来的区间交投环境之中 预计接下来的一个季度 汇价将逐步跌向1.09、1.08 北京时间2点43分 欧元对美元报1.1369 本节目由杜格斯贝出品 感谢您的收看